來 現在開始打圈圈 用力一點 對了 就是這樣子不要太規矩 就是這樣 對了 很好 放鬆一點 放鬆 放鬆你的手 這樣子 畫紙上看似簡單的塗鴉 沒想到透過觀察 還能夠讓人認識自己 我在裡面也是重新來了解 了解一下自己 一個溝通方面 就是說比較探討自己內心的那一塊 所以這個畫的 一開始就已經打破那個隔離了 更不一樣 因為我們就可以很短的時間 內溝通起來 什麼都要用力的 什麼都要努力的 很用力的 那麼我們就學會放鬆 這樣子我們的整個身心才會平衡 這個就是藝術治療的功能 擁有20年藝術治療經驗的張晨真 在馬六甲近思書宣的講座中 與大家分享 覺醒藝術治療之心靈的對話 它事先讓我們先認識自己 很多人不認識自己的 你知道了問題的所在 有沒有想要去改變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改變別人 自己先 藝術治療它只是一個管道 這個心跳 才是跟我們生命最貼近的東西 常常與心靈對話 認識自己 善待自己 更活出自己 大愛新聞 楊秀麗 饒漁潤 鍾建敏 馬來西亞報導 在馬六甲中 在馬六甲中